生存还是毁灭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生存还是毁灭 理想国生活哲学系列 我看完这本书明白的第一个事 就是这句台词为什么会成为经典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就有这么一句话 人的困境不仅在于生也在于死 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一样 出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我们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 被投入了这个由生存的空间 寿命的时间组成的二维当中 就像这个书的封面 大家看 就你以为这是个三D的 其实还是二D的 你的人生被困在了这样一张纸当中 也就是说不论你是莎士比亚还是李托 在这个二维的平面当中 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这个书开头 看着看着我就起了一身这个鸡皮疙瘩 这简直又是一个恐怖版的康德先业论 这个世界上明显而确定为真的东西 就是时间和空间 也正是时间和空间把我们无差别的框在一起 我们因为偶然而出生 我们因为必然而死去 这就是人的困境 什么呢 生的焦虑加死的恐惧 当然你把生死掉个儿 或者是在生死后 把这个词改成任何一个消极的词 其实都能说得通 就无论什么词都可以描述 我们困在这其中的一个状态 那么人类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的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发一个全新的维度 这个维度以一个经典的疑问局开始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 哇 这意义的这个维度一开 人这个物种好像一下被盘活了 我们终于替自己找到了一个维度 是世界上其他生物所没有 我们终于借这个东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 标榜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那么哲学就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维度 一路走过来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捋一下 自然哲学 全人主义 政治哲学 教父哲学 人类中心主义 经验哲学 理性主义 逻辑中心主义 语言哲学 现象学 存在主义 科学技术哲学 建构 结构 结构 所以可以说哲学为人类创造了无数种的可能 对吧 那人就在这个其中 这些可能当中变得不同 那么各位 这种东西 你们想要吗 换言之 你们想要拥有自己的人生意义吗 这本书就能帮你找到 有朋友说 我用不着 是吧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活着 我现在感觉挺好的 没错 一个人的生命 总能从某个角度找到意义 而那个能找到的意义 就一定是真实的 这是个好消息 这是我们人 就是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坏消息 还是要告诉各位 这种意义 大多都比较有限 有限到可以被自己的龌龊给抵消掉 我们的生命能够具备的有限意义 是短暂而不持久的 所以我们从个人的生活去挖掘意义 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作者开篇可以说 就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暴击 介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然后他紧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 我们的生命可以对彼此有意义 顺着这个核心 我们找到两个英文单词 一个就是Path 另外一个就是Purpose 翻译过来就是 宇宙性意义 世间意义 这就是我们寻找人生意义的两个方向 这本《生存还是毁灭》书不是特别厚 大家看 但是野心还挺大的 作者想在你人生意义的选择上 缠回一脚 让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 斗机令的或者抽象的问题 我们就通过这两个方向 找到明确的东西 让人生不再模糊 彻底根治纠结 好 第一个方面 我们有没有宇宙性的意义呢 作者的论证非常有意思 大家来看 首先我们具备价值 然后 如果宇宙中没有其他生命 那么没有其他东西有价值 那如果没有其他东西有价值 那么我们具备全部价值 所以如果宇宙中没有其他生命 那么我们具有极大的宇宙性意味 看完这小论证 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腰杆 有点硬起来的感觉了 就你们想过自己的生命 在宇宙当中是闪着光的吗 你看人家是价值上的 宇宙级的彩虹屁 所以大家就能想通 为什么各个国家都要发展航空航天 做空间站 发射探测卫星 这是在争夺对人类意义的一个解释权 那为什么好多人对外星生命特别感兴趣呢 因为他们怀疑自己这部分价值的含金量 那为什么超级英雄 或者说动漫美漫 没事就跑到宇宙里边去 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碰一碰 因为宇宙性意义是我们人类能找到意义的平方版 换而言之 是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人类同时恐惧和期待外星生命 对于人类意义的一个重新定义 那当然这是外星的事 那在地球上我们有没有尝试过 去寻找这种宇宙性意义呢 当然 那就是通过宗教 不过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定论 那么他们在争什么 不同点在哪 那就是对于善恶的标准 这里边恶是人间的事 人已经犯过的错 和人正在犯过的错 强调恶是为了凸显善 那么注意 这个善一定是你达不到的善 或者不那么轻易 它是通向宇宙的 你尽力的趋近这个善 那就是宗教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谁来决定这个善的标准 可以说就非常重要 因为你会通过某个意义 通过某种指令 成为固定的某种人 那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 对人的宇宙性意义的解释权 这个事必须得争 所以各个宗教最后只能自说自话 而自说自话就决定了 他们多多少少会陷入循环论证 那么大体上的宗教会通过 如下四个方式来将宇宙意义给宗教化 首先呢 让互相之间的关系神圣 我们是好的 他是不好的 但是他加入了我们 他就是好的 那群体效应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呢 会导致一种叫口罩困境 什么意思呢 你戴口罩了 他戴口罩了 那我就不用戴了 你也好 他也好 那我不用干什么也会好 对吧 那反过来 如果大家都戴了口罩 为什么还要分N95欧标 火星炭呢 那如果大家都好了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更好的 这就困境 第二种叫来生更优解决方案 我们把下辈子描绘得越好 那今生今世就越显得荒诞 那个描述出来的应许之地 它的吸引力越强 我们为此做出的牺牲 这个尺度就越大 比如说这样的结果 就是狮子军 第三叫客观意义仪式化 因形成意 我们去做固定的行为 然后把这种行为呢 赋予一个神圣的意义 可以说随时随意 获取人形成意义 但是说到底 所有神圣的仪式 都是一种代偿方案 都是一种隔靴遭养 最后 你也不知道是习惯的力量 还是信仰的力量 最后呢 主观意义信仰化 因形成意 这种方式走的是 跟刚才那个相反的路线 就是把没有信仰的人 包装成无神论的人 有信仰的是大多数 他们这些大多数 在等待少数 无信仰的人的改变 这个说起来很温和 但是在中世纪 针对异教徒的迫害 那当然十分残酷 世界枯星时马上就更新了 总之 这种方式 不可信 不确定 不完善 但是 这就是我们探索人类 探索宇宙性意义的 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我们这位作者呢 在这块又补了一刀 即使人类的生命 确实有宇宙性意义 那人类也无法知道 这个意义是什么 换句话说 宇宙的语言 绝对不会是人类的语言 在宇宙性意义上 我们人类需要的 是宇宙对我们的定义 而不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解释 哇 这太狠了 是吧 这再想下去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反正我们还来看看人世间的意义吧 还记得开头我们说那个比喻吗 时间空间的二维 时间的空间是二维 时间空间加意义 就是三维 所以其实这第三维 这种意义 它只有三个方向 其下 其内 其上 这也是我们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三个方向 对个人的 对群体的 对人类的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 对于个人的意义 有钱有势 人生赢家 说的直接一点 对于个人来说 人生的意义 那就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质量越大 越像下沉 所以我说这个维度是像下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点 当我们在寻求这种人生意义的时候 要小心一个力 那就是重力 对吧 无所作为 却会无限下沉的力 那这种东西叫做欲望 也就是说你不能独自去追求这个东西 人生没有意义 我们的人生对彼此有意义 所以当你在追求生活质量的时候 一定要牵住那么一双手 第二个维度呢 就是对群体的意义 其内 对吧 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凡和简单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二维人 对于群体来说 人生的意义就是做一个积极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 这没问题 这当然是人生的意义 在最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到极致 对吧 但是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维度上大家要注意一下 当你的人生充满了对彼此的意义的时候 要小心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荒诞 什么荒诞呢 按照书里边的原话 叫滚石头的欲望 西西伏斯 对吧 这东西就是重复性行为的快感 也就是荒诞带来的快感 自知的荒诞 它是一种人生意义 但是不自知的荒诞 那是人生的一种消散 我个人觉得 对人生意义啊 纠结不已或者迷迷糊糊的人 可以从这个维度去入手 群体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神奇在哪呢 你能在最阳科的标准下 找到和你一样的人 找一个跟别人产生关联的行为 你就能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 这个东西做起来真的不难 你看我现在 最后 对于人类的意义 它的那种向上的维度 代表了人类对宇宙性意义的一种执着 你看自然科学 物理学 宇宙学 哲学 神学 这种意义代表了人类存在的一个高度 它只有在人类历史这个层面上 通过对比 大家才能找得到 逆水行舟 向上的意义 它是一个非常吃力的 要做好 在历史中影响彼此 在现实当中 孤独的准备 你还要克服那些 不断袭来的重力 也就是欲望把你往下拽 对吧 对于这样一群人 对于追求这种向上意义的人 我没有但是 只有祝福和敬礼 人类确实是因为你们才越来越好的 这就是这本书里边前四章的内容 后边三章是人类生命的维度 哪三个维度 永生 死亡 自我终结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买回来一本看一看 它叫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还是毁灭 当我们充分意识到 自己是有多么有限的时候 这个疑问就一定会出现 请在那个时候 去思考一下 咱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人生没有恰到好处的状态 哈姆雷特为了奥菲利亚 对吧 我们为了那个可能存在的彼此 就为了让生活不变坏而去努力 谢谢大家